整个西太平洋城东风26A的射程内。 美国航母文风色变。 近年来,我军队装备不断更新换代,一款被军迷称为围水漂弹的武器不久前有列装我军,这款武器的名字虽然没有那么霸气,但是在战场上也是足以让敌军胆战的杀手锏,它将巡航飞弹和弹道飞弹飞行特性相结合而设计出的一款特殊的弹道武器。 它不同于普通弹道飞弹的是,普通弹道飞弹的行进路线类似抛出的石头,而水漂弹可以在下降段依靠大气层增加射程,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打水漂一样。 在大气层边缘进行跳跃时的滑翔飞行,在弹道高度和出速度相同的条件下,会成倍地增加其飞行距离,而且无法预测其飞行轨迹,有很强的突防能力。 近年,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水漂弹就是其中之一。 近期,又有一款中远程弹道飞弹列装于中国火箭军,据分析,这款中远弹道飞弹应该就是装备第二代水漂弹的东风26B。 东风-26B是一款射程超过4000公里的河长兼备的中远程弹道飞弹,能够对地面的固定目标以及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是我国的一款大杀起。 我国如今已经实现了带空气墮急动飞行器,从马赫数12向马赫数18的跨越,且在前几年双追体空气墮急动弹头早已经成功完成洲际速域高超音速滑翔飞行试验。 这表明东风-26B的射程可能会超过5000公里,可以说整个西太平洋都会变成航母的禁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